歡迎回到養藥學樣 這一段其實我們要來聊聊的是 之前藝偉其實是從 街頭藝人開始做起 對 你在街頭算是擺攤嗎 其實我們那時候應該是說 我們是等於是 講來聽也應該算是 五兆攤班 五兆攤 所以你沒有考街頭藝人去找 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去考 要去考的時候其實政府就停辦 對 因為那時候他們好像是 就審核得太快 所以達到有五百個街頭藝人 五百街頭藝人都通過審核 可是你在街上看不到 任何一個街頭藝人 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這樣好像太氾濫 所以他們是不是要 重新規定 重新審核 所以那時候就停辦 那時候其實我們就是 冒然在街頭上就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會有 多警察的經驗 對 因為我們自己攜帶方便 我們就是一個打氣筒 一個氣球 一個腰包 對 腰包我們就可以在街頭上去 對 警察我們就是蹲在那邊 就是假裝任何沒有事情 所以在街頭上 也要做一些表演 是逗路人 逗小朋友 對 就是跟小朋友做一些互動 或是說像他們跟他們聊天 或是說可能秀 比如說像我們會 用很快的摺氣的方式 或是說我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們會把手擺到後面去做 可能跟你聊完之後就… 就做好一個 就做好一個 那他就覺得很驚訝 很生氣 你那時候大概是幾歲的時候在街頭 我那時候大概是22歲 22歲 所以其實會摺氣球 也是追女生的一個好方法嗎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一開始是有 可是其實我是覺得說大部分是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說 每次會摺氣球 那可能大家就說 欸 你可不可以摺一個氣球 就像剛剛錄影可能 有的人就說你可不可以送我這個氣球 有…剛剛錄影前就很快 非常快速的就摺了一朵玫瑰花 對…那有時候我們自己會怕麻煩 那我們就會 像我就會比較故意一點就說 好 那不然你留個電話給我 我就摺個氣球給你 那通常這時候就是 大概有一半的女生就打退堂鼓 對 那自己對我來說就 很輕鬆 對 那有成功追到女生果嗎 算是還好 算是都是有… 應該是有啦 不要接續 對 有成為朋友啦 對… 那另外在街頭上 除了小朋友啊 或者是一些女生會靠近你們 這個街頭表演的 還會有比較常碰到 什麼樣的人 會被你們的表演所吸引 其實大部分都是學生 學生 那再來就是一些小朋友 小朋友當然是最直接的 就是說今天只要有一顆氣球 其實他就會覺得很高興 那再來就是有一些大部分就是女生 女生因為我們做的東西 其實就是比較可愛 那女生其實都很喜歡一些可愛的東西 對 這是比較多的族群 那男生其實大家都會比較不以為然 那在街頭有沒有碰到什麼 好玩的事情 好玩的事情其實倒是還好 就是很多人會跟我們合照 就是借東西去拍照 那時候有時候我們就說 那要不然就是借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收20塊來收50塊 借拍照費 對對借拍照費 那或者是現做 現做比如說像現做一些胸罩給你們帶 或是現做一些 你剛剛說什麼我沒有聽清楚 對…胸罩 做得出來 做得出來都OK 對 其實原來就是說我們大概說 你知道都可以做得出來 只是說有沒有辦法做得很像 對 那再來就是可能 其他印象比較深刻就是一些 我覺得是一些鹹鹽鹹魚 鹹鹽鹹魚會 是碰到有人會去挑戰你們嗎 挑戰倒是還好 可是因為我覺得說 之前五六年前的話 上街頭人他們會覺得說是 我們是沒有工作的 我們是已經失業的 甚至我們不知道做什麼的 才會上街頭 所以他們會真的是 講難聽點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跟乞丐是同地位 就是很像是在做乞討的動作 所以他那時候他會覺得說 我們那麼年輕 有手有腳 為什麼要去做這種事情 對 他甚至會覺得說 像我們印象最深刻 我遇過兩次 對 像抱著小孩在說 你要好好念書喔 你絕對不能 不用過 要不然你會跟他一樣 對 奇怪 人家賣的是你的 你們其實賣的是你們的 對 記憶嘛 對 這是一種藝術 但是就是會碰到一些長輩 對 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就是覺得很不看好 一些冷嘲樂否 對 他們會覺得說 你幹嘛要做這個 他說你為什麼不念書 你幹嘛要去做這個東西 對 所以你現在其實可以再走上街頭 告訴他們說 我是氣球借著台灣之光耶 開玩笑 應該…沒人認識我吧 現在還會想要回街頭嗎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玩的一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直接面對人權 和接觸人權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剛剛開始會做氣球 其實是因為說 氣球它很容易 我覺得是一個感染力 就是一個熱情感染力 不一定是一個技術 就像說 很多人其實它不一定是喜歡說 拿到氣球那一刻 它是喜歡你做氣球的過程 它想要看你怎麼去變換 對 那我就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感染力 那我們現在都要去創作上 都在自己公司工作室空間 那做好就呈現出來 就關起門來做 對 那有時候其實做好 我們就離開那個現場 其實也沒有人會知道說 那是誰做的 那在街頭上 當然第一個一定會有一點優越感 講實在的話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自己會覺得說 被人家認同 我們又更有活力這樣子 被受到肯定對不對 對… 而且我聽說那個時候 你在街頭 本來是有夥伴跟你一起 對 做表演 但是後來這個夥伴 就先離開了 剩下你一個人 對… 這是什麼情形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 是 最早我們第一次去嘗試的時候 是我剛剛… 那時候我們就是 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是玩魔術表演的 對 他就覺得說 他可以表演魔術給大家看 那當這些觀眾駐足的時候 我就可以折氣球給他們 就是兩個人互相合作 結合 對 那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 第一點是在淡水 淡水 那個淵碼頭那邊 那我們那時候去其實還不錯 因為我們兩個小時 我們賺了三千多塊 那我們就覺得還不錯 對 以我們那時候 還是學生的時候 我們覺得還不錯 對 可是後面我們發現說我們錯了 為什麼 因為那一天是情人節 對 所以這樣的效應是特別好 那我們在下一週其實就差一點 對 那在下一週其實就更慘 就一直滑落 對 一直滑落 對 那我朋友就覺得說 其實他會覺得說 這個只是一個新鮮感而已 對 那我自己會去檢討 會覺得說 第一個可能是日子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自己的東西很簡單 沒有一個專業 對 像我去街頭我還會做氣球服裝 我們會比較花俏 就是有點像跟小丑又不太一樣 我們會有像這樣的專業打氣球 和專業藥包 那當時其實都沒有 對 我們還會有一些展示一下 其實當時就是沒有 就是一個背包 就是一個打氣球 很簡陋的方式 那我覺得說這個的話 你的東西就賣不高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行銷和一個包裝 你整個人的包裝就不夠 所以吸引人的燭光就不夠 那在自己又不太會說去表達 對 我覺得等等的點 讓我們自己之後就 生意沒有那麼好 不過那個時候 剛開始走街頭的時候 其實是算是你一整個 氣球的領域的起步 對 算是開端 開端 對 所以後來沒有做街頭了以後呢 沒有做街頭之後 我們就開始到就是 我會去想說 我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那時候做街頭 其實收入不是很好 而且家人好像有點反對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一開始 其實氣球是一個很花錢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技能